时光过得特别快 又到了我们美洲 360 的时候了 那今天就让我小明 为大家回顾一下上一周 所发生的这个车坛大小事 第一则新闻 当然是要讲这一个大新闻了 Honda 就在上个星期五 在自己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发布了这个影片 哇 新一代的这个 Civic 的预告片啊 诶 不过呢 这个其实是这个 Civic Prototype 来的 也就是原型车的意思啦 不是真正的最终的量长版 而 Honda 也在这个预告片里面 就宣布这个 Prototype 将会在 11 月 17 号 正式 现出它的真面目 我们从这个预告片就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 Prototype 其实是已经非常的成型了 而且根据 Honda 以往的传统 他们所发表的 Prototype 其实和真正的这个量长版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用这个 Prototype 来做参考的啦 那从这个影片里面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Civic Prototype 它采用了是一个轿跑式的设计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最正式的 LED 头灯组 搭配这个道 L 字型的这个日行灯啊 这一方面我是觉得这个头灯组看起来很有质感的感觉 而在车车的部分呢 则是类似 Accord 的这个 Fastback 6 倍式设计 这个也是延续之前 Civic FC 的一个传统啦 那在这个尾灯组的部分呢 就比较不同了 它同样也是延续车头灯的这个设计 就是采用一个道 L 字型的 LED 灯条设计 没有错 经典的下面不见了 而且呢我们还似乎看到了 它还搭配了这个双边单出的排气围管设计 是看起来非常的云中化的感觉啦 我是觉得这个新的 Civic 看起来整体是有一种 小一号的 Accord 的感觉 而且 又很 Sporty 的感觉啦 是蛮帅的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第二次新闻 Mazda 公布新产品战略 那 Mazda 在不久前就公布了它的这个 财经报告啦 也顺便公布了它一些未来新产品的这个动向 当中最大的亮点呢 自然是它的这个动力配置的计划了 Mazda 这一回就终于确认了传闻已久的这个 后驱车款的计划啦 并且首次公开 直列 6 缸 还有一个哦 直列 4 缸的这个后驱引擎 不过在排气量还有这个动力规格方面呢 则暂时还是没有公布详情 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是 这个 4 缸引擎将会支援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而同时呢未来的 这个 Mazda 后驱车款啦 也会有这个 All-Wheel-Drive 全驱系统的这个配置 那除了这个 PHEV 以来啦 Mazda 还有计划在未来导入这个 48V 的这个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以做到低排放的同时 又可以带来绝佳的一个 动力表现 同时呢 Mazda 也展示了这个照片 大家从这个照片就可以看到 这一些动力组合啊 好像是已经成型了哦 看起来 完整度是蛮高了的 那除了这个后驱引擎以外啦 其实 Mazda 这一回也是有宣布 他们将会把他们经典的这个 转子技术 发扬光大 不过不是拿来做 Engine 而是拿来做 Range Extender 也就是增程器的意思啦 还有什么勒 啊 对 再来啦 这个 Mazda 也宣布将会把他们这个最新的 Skyactiv-X 技术 继续做这个动力方面的升级 那目前这个 Skyactiv-X 它的最大马力是在 180hp 而峰值扭力则是在 224Nm 的一个等级 那 Mazda 接下来会推送这个 Spirit 1.1 的这个升级软件 在这个升级软件之后啦 Skyactiv-X 的引擎 最大马力将会去到 190hp 的这个等级 峰值扭力则进一步升级到 239Nm 这样可能你有点好奇 这个 Spirit 1.1 升级软件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我本身也是有点好奇啦 OK 那根据我所了解到的 其实这个升级呢 主要是针对 EGR 废弃再循环系统 还有就是这个机械增压器呢 等等这些部件啊进行再优化 原传就表示呢 这样的一个升级动作了 可以让这个 Engine 获得更广 获得一个动力平原 在扭力方面啦 因此呢 车辆的加速表现会更加的好 储备动力也会更加的充沛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哦 那在这个报告中 Mazda 这回也是有提到他的这个合作战略计划啦 我们都知道不久前 Mazda 就和 Isuzu 合作 然后就推出了这个基于 Isuzu DMAX 所打造的 Mazda BT50 匹卡 很帅哦 那除了这个 Isuzu 以外 我们也知道 Mazda 之前曾经就和 Toyota 签署这个合作协议 那他们现在呢 算是一个交叉持股的合作伙伴啦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报告里面啊 Mazda 也是有提到说 将会进一步和 Toyota 有一个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像是共同一起开发这个 Mazda Connect 2 系统 还有包括像是自动驾驶等等这一种比较先进的技术啊 他们都会一起合作开发 那不止如此 Mazda 还会拿这个 Toyota Yaris Hybrid 来进行贴牌 以在欧洲上市来取代这个 Mazda 2 啦 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应付欧洲这个越来越严苛的排放标准 算是一个比较经济 同时也比较实际的一个决定 不过最特别的还是 Mazda 这一回会使用这个 Toyota Hybrid System 也就是它的 TKS 混合动力技术呢 来开发出一款全新的 SUV 车款 哎哟 Toyota 的动力加上 Mazda 的驾驶乐趣 你有没有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款新车呢 第三个新闻 诶 又是 Honda 其实我们都知道 Honda 在这个开发新技术上面啊 一向来都是蛮大胆创新的 那这一回外国就传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不久前啊 日本政府就认可了 Honda 所开发的 Level 3 自动驾驶技术 也就是说 这个技术可以合法上路 其实呢目前全球汽车品牌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啦 都还停留在 Level 2 我们讲的是合法化啦 也因此呢这一回 Honda 就成为了全球首个拥有可以合法上路的 Level 3 自动驾驶技术的汽车品牌 其实这个 Level 3 的自动驾驶技术并不算很新鲜啦 我们都知道 Audi 之前就已经有第三级的自动驾驶技术 甚至 Tesla 它已经是到 Level 5 的等级 但是差别呢就在于他们的这些技术 并不能合法上路 而 Honda 这一次呢就已经官方确认 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认可 它的技术呢符合了在日本当地的这个安全条规还有需求 所以呢未来其实 Honda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技术导入他们的新车里面 直接在日本上路 不过 Honda 也是有官方声明了 目前这一个 Level 3 的自动驾驶技术呢是有条件的操作的 也就是说除非这个道路 气候又或者是种种的状况允许之下呢 它才会操作 否则呢这一个 Level 3 的自动驾驶技术是不会启动的 那根据 Honda 的说法啦 这个系统的雷达它将会自行侦测道路周围的环境 并且决定是否可以激活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如果这个雷达还有系统分别是觉得不可以使用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时候 它将会发出警示将这个驾驶的转让权让给这个司机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驾驶员还是没有任何动作的话呢 这个系统蛮聪明的哦 它会自行把这个车子 停到路边 以避免发生任何的意外 那 Honda 就表示啦 目前这个 Level 3 的自动驾驶技术 将会放在这个 Honda Legend 这款车身上 未来呢 他们不排除将会下放置其他的车款 让大家都可以尝试这个功能 就不大家觉得这个 Level 3 自动驾驶技术如何呢 第四者新闻 哈哈 这一款车终于现身了 我们都知道啦 其实 Produa 将会推出一款全新的小型 SUV 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Produa D55L 相比起隔壁那家的那个 SUV 在发表之前拼命的线神啊 曝光啊之类的 这个 Produa D55L 就非常的神秘 从来没有线神测试过哦 不过咧 最近终于有网民就在公路上 捕获到它的踪迹了 这才终于让我们确定 哈 这款车真的是要来了 那从这一张叠照啦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是在 Produa 的这个 Trailer 上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的确是 Produa 的这个 D55L 从车身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其实和它的这个软身车款 也就是 Rocky 和 Rice 是非常的接近的 那据了解啦 这一次 Produa 会让这款车曝光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要把这个车子送到相关的部门 进行认证工作 这也意味着 这一款车 很有可能 是要上市了哦 那在这里我也和大家简单的这个 复习一遍啦 其实这个 D55L 是 大家数去年在东京车展 所发布的这个 Rocky 的双身车型 它还有另外一个轮身兄弟 叫做 Toyota Rice 那这一款车呢 其实是基于它是最新的 DNGA 模组化平台打造二乘 在日本是搭载代号为 1KR VET 的这个 1.0L 三缸涡轮质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98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140Nm 并搭配 DCVT 无段速变速箱 那重点是呢 我国的这个 D55 其实已经初步确认 将会沿用这个 全新的动力组合 也让它成为 Perotua 首款 Turbo 车款 而根据之前的消息 这一款车将会在明年的第1季度 就会正式上市了 相信以 Perotua 一路来的 这个好口碑 还有它的可散率 而且它又是首款 Perotua Turbo 车 我相信它的这个 C Elite 之下 要大卖应该 并不是难题 就不知道你会期待这一款车的到来吗 最后这新闻 我们不讲车 我们讲车牌 PPP 那这个 Benang 的这个 PPP 新车牌啦 是在 11 月 5 号到 11 月 9 号正式公开招标 并在 10 月 10 号正式公布这个 投标的成绩 那 JBJ 就有把这个成绩 list 出来啦 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成交名单里面 PPP 1 也就是一号的车牌 是以 26 万令吉的这个 六位数价格成交 哇 那除了这个一号啊 是以六位数的添加成交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号码也是六位数的 我们从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分别有 九号啊 六号啊 还有七号 以及八号 都是一个十多万的价格 哇 终点是哦 在这个列表里面啊 其实这个 PPP 1 的主人 他同时也是买了 PPP 6 这一个号码 据说是两兄弟 一人一个号码啦 你知道这个车牌的主人是谁吗 如果知道的话 把答案写在这个留言处啦 我会选出一个幸运额 送你一粒这个羽毛球 嗯 好啦 那这个就是以上的这个新闻回顾啦 就不知道大家对哪一则新闻有兴趣 觉得 Civic 帅吗 觉得 Mazda 的这个后驱引擎 OK 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踊跃发表你的看法 那喜欢这一期的这个节目的话 记得 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那我们有新影片发布的话呢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年轻人